志氣畫面拍下一輛汽車以飛快速度 準備過彎 可以看到當時剛好有一名行人要過馬路 沒想到直接被汽車給撞飛 撞擊力不小 行人在空中翻了好幾圈才落地 駕駛發現闖禍了 趕緊將車停下 警方後續到場發現原來駕駛酒駕 被撞的行人是一名大約 七十歲的王姓男子 他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救護車後續到場 趕緊將人送往醫院急救 事發在二十四號清晨四點 新北五谷 星辰八路 現場已經被員警用封鎖線圍起 地上還留有行人的血跡 可以看到汽車擋風玻璃 碎成蜘蛛網撞 還破了一個洞 這回肇師駕駛酒駕上路撞到人 已經被警方當場逮捕